大家好 我是老李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在照片上添加上水印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制作完成之后的效果 之前的 之后的 好 让我们重新开始操作一遍 我们首先打开文件菜单 选择新件 在新件的画面中 我们自定义一下 它的宽度和高度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 我们选择左边菜单栏的文字工具 输入我们想要的文字 按住Ctrl键 拖动鼠标 来调整字体的大小 然后我们按下快捷键 Ctrl加T 对文字进行旋转 使它产生一定的角度 然后我们把右边 背景图层的眼睛给去掉 在编辑菜单中 我们选择定义图案 在图案中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便于我们查找 确定 我们打开准备好的照片 在图层选区 我们新建一个图层 图层建好后 我们点击编辑菜单 在编辑菜单中 我们找到填充 在填充中 我们可以选择背景色 也可以选择前景色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前景色是黄色的 背景色是白色的 我们选择前景色或者背景色都是可以的 然后 我们按下确定 我们选择这个新建的图层 然后去双击它 调出混合选项 在这里 我们首先把填充不透明度 调整为0 然后点开图案叠加 我们来操作一下 先把填充不透明度调整为0 然后我们选择图案叠加 在图案叠加中 我们找到刚才创建的文字图案 这时我们能看到水印的文字 在照片中已经出现了 我们调整它的不透明度 可以让文字清晰一些 或者淡一些 同时 我们也可以拖动缩放 来调整字体的大小 然后我们按下确定 这样我们水印添加的效果就完成了 我们来比较一下 之前的之后的 好 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 如何给照片添加水印 我是老李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